看部落站对面的名字 1号叫笨笨的笨笨 4号叫笨笨的笨笨3 2号叫笨笨的笨笨2 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只有他没位三星了 那就打他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嘛 哎 三个单头地狱塔 两个独药塔 有点意思啊 中间是黑油塔和地狱塔 那我待会看看 三个单头塔能不能克制我的雷龙 先下气球把排气泡清一下 投尸车从下边开打 没有先进的话 是可以打掉对面的天鹰 敲黑板 重点来了 两条雷龙暴本 首先来个气球 看有没有陷阱 好的没有 下狂暴两条龙起飞 这里抓紧下一个气球 这样就可以把毒药淹出来 不然一会扔龙身上就很麻烦了 看一下投射车是不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 那就安心暴本 他这里还有个对空弩 不要怕 两条龙只要活下来一条都可以暴本 狂暴扑上冰冻冻上 好的 暴本手拿把枪 这里我还以为雷龙去世的闪电 加地震刚好能带走雷龙 居然没有 就带走个小木屋 不愧不愧小木屋那么厉害 然后女王断边右侧开滑 单头地狱塔真的问题不大 连一个气球都打不掉 这个时候再看 断边够彻底吧 玩雷龙一定要打出这样的前戏 忽然每个方向都跑过几几条 那还怎么玩 建议转发给部落玩雷龙的成员看一看 不断边的雷龙只能叫虫子 剩下的就是下法术的时机了 先慢慢推进 凤凰男爵横给力 把这一片也清空了 注意看 中间的雷龙快要过去了 直接开无敌 给狂暴 快速打掉地狱塔和游塔 打之前我还真没注意呢 他四个连弩都是对空的 这么变态 哎呀 这个勇王不让雷龙喷出来 有时候真的挺烦的 那只能再给一瓶冰冻了 好的 上面的连弩也要带走 这个连弩再给个冰冻吧 把他也带走 不然连弩也挺头疼的 目前我的四个王都还在 还剩下最烦的一个连弩和地狱塔 那就派润土出场了 直接打掉这两个就完事 最后一瓶冰冻也给他们 现在我才感觉 这阵不应该用空军啊 有点亏 但是呢 这也更说明了 只要操作得到 即使是三个单头塔 加四个对空弩 用雷龙也是有机会的 好的 这样嗓个笨笨就都整整齐齐了 我真的是太好了 对面部落叫沈阳 还是秀叔的老乡 真的是含泪打完的 嘿嘿 关注秀叔 我们明天再见